新北市副市長劉和然 和來自日本的企業家親切交談 展現親和一面 新北市府主動初期 由劉和然率領保高園區開發團隊 前往日本東京進行招商 傾銷新北一居一商的優質環境 邀請日本企業踊躍投資新北 深化台日兩國的合作連結 這次到日本來有幾個主要的目的 第一個是參訪工業園區 日本的工業園區智慧化已經非常的先進 第二個拜訪幾個指標的大廠 第三個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招商 我們把新北市最大的幾個優勢 介紹給日本的廠商 日本是台灣第三大貿易夥伴 擁有大量研發成果和專利 和新北市產業布局高度相似 透過雙方的產業合作相互投資 強化既有的生產競爭力 發展出更優質的企業量能 新北市交通的便利性 也是招商的重要關鍵因素 在很短的時間 我們同時可以到達兩個空港 包括桃園國際機場跟松山國際機場 另外有兩個海港 包括基隆港跟我們的台北港 最後一個就是永續低碳 我們的綠電成立了一個低碳 可以協助廠商獲得綠電 我想這些優勢 我們介紹給日本的廠商 目前保高一期 商辦進駐率超過九成 展現亮眼成績 這位副市長劉荷然率領團隊 到日本就是要為將來保高二期鋪路 不僅讓新北產業發展 注入新鞋 未來也能夠共創 無限商機 民視新聞連至黃啟豪 新北市報導 為新鮮地圖 早景卻 モング 綞 明顯